咱们的后面体验,我们要说到外部工程的那样,就要做一个外部应用了,就是咱们后面体验,就后面课程要使用学一个叫外部应用。 这个外部应用呢,它需要一个服务器支撑,需要一个服务器支撑。 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我电脑上有一个网站,有一个网页,简单的一行,非常简单,叫HELLO,叫INDAX的一行,说白了,就有个INDAX,介绍这个INDAX的一行,如果我想让咱们班的某一个同学来请求这个一行,怎么请求啊? 在你的地址栏上,浏览器的地址栏上,这其实挺难做到的,假如没有这种服务器相关的概念,大家怎么办呢? 连个网线,然后发个共享,或者发个飞行,我就拿到这个,但是如果你想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上,我想一下,就是,那个人电脑上的,这个D牌下面的, 那在A下面的INDAX的点为行,我想通过这种地方办,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是要有我们的,万个服务器的支撑。 那外个服务器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这台电脑上的资源,提供或者是,报路,给其他的传媒访问,接收人家的请求,把这个东西给人家了,这个意思。 啊,其实就是,处理客户端的,请求,啊,返回资源,或者叫做,信息。啊,这个呢,就是服务器的,这个通促。 那,在这儿呢,先问大家一下,通常我们都说服务器,服务器,啊,客户端,客户端就电脑,那服务器是啥? 这服务器是什么东西?它其实也是电脑,只不过,它的配置比一般的电脑呢?要好。 诶,那问一下,多问一下,就为什么它的配置一定要好呢? 诶,你说它能不能装一个什么,能不能装的处理器是什么的? 512的内存行不行? 512的内存行不行? 那这个时候肯定它的处理能力,运算能力就会比较好。 那,其实服务器,其实服务器就是一台电脑, 配置比一般的要好。 但是呢,光有电脑也不够啊,电脑只是存放东西, 上面是服务器,那下面呢,再来一个叫万个服务器软件。 那万个服务器的软件就是运行在这台电脑上的一个应用程序, 然后负责把这个资源呢,返回给客户端。 那其实对应过来呢,就是这种对应来的。 客户端在上,服务器端在上,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台电脑。 这呢,也是一台电脑。 好,那这个客户端呢,他呢,通过这个币纸栏, 他在上面写了一个叫应用程序。 比如说,假设,真的有什么东西写的? PC下面的,这个地盘下面的, 应用程序的,应用程序。 然后呢,他得反过这台服务器了。 那这台服务器必须要把地盘下面的这个应用程序了, 给人家返回。那怎么能返回呢? 就得靠,在这一台电脑上, 装备一些服务器软件。 这个软件呢,他的作用就是接收, 其他的这种电脑或者客户端的, 请求。 然后把我们的这种资源, 响应出去。 所以呢,对过来,未来大家, 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一定会听到这个名字,叫请求。 响应的名字。 好,那通用或者常用的这种, 万个服务器, 有哪些呢? 这有哪些呢? 那,处理客户端的请求, 其实就是, 客户端在浏览器, 在地址栏上, 输入地址, 然后, 服务器, 这个web服务器, 软件, 接收, 请求, 然后, 响应, 消息。 或者返回消息给客户端。 那, 比较常见的, 就是我们的建议那些呢? 第一个是我们的, 汤开本。 哎, 还有, 就汤开本了, 就没了。 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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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住, 咱们在这个资料里边, 我给大家放几个图, 找到这个资料里边, 他们看的里边, 这里边就几张图片了。 一个呢, 是咱们这个IBM, 它是有个换的, 就是这个, 这个, 服务器嘛, Web的一个应用的服务器, WebOS 3Tier, 还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WebLogic, 就是DAE的, 还有一个是我们, 接下来, 想要给他们说的这个, 这个, 汤开的。 那, 那, 前面这两个呢, 是要收费的, 后面这个呢, 是费的。 那, 咱们把这个, WebLogic, 还有就叫Web, A4T, 那还有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叫IIS的, 那可能搞过这个, 这个, A4T开发的这个, 可能就知道了, 就是微软的, 那咱们呢, 常见的就得行, 我们接下来, 要给大家讲的呢, 是汤开的服务器, 可以写, 这个是, 这个, 这个WebLogic, 是, 这个Web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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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Web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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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WebLogic,